针对英国议会下院外委会调查团背进入境香港一事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允许谁入境不允许谁入境是中国的主权 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中央政府负责与香港有关的外交术 所以中国的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依法处置有关的问题 对于那些热心真心的促进中英友好的人 中国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 但是如果谁想来干涉中国的内政 我们是坚决反对也是绝不允许的